您好是昆仑流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 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可能是又扬了 咳子好几天了 也没到修行这个地步 我呢这声音出不来 我凑合讲您凑合听 好在呢 这个咱们现在有麦克风 有这个后期软件 录完了呢 可以把这个声音呢 多少的调节一下 前面说咱们聊了一下 这个墨西蒙古瓦剌部 也就是后来的准干尔韩国 魏拉特的四部 这魏拉特四部呢 就是图尔护特 杜尔伯特 准干尔和和射特部 实际上呢 我们这个故事的主线呢 就是这个录罗斯家族 那前文书咱们说了 这个录罗斯家族 现在掌握着 魏拉特四部的其中两部 也就是准干尔部和杜尔伯特部 那很明显 我们要讲的是准干尔部 因为我们知道的这个野仙呢 还有什么托欢呢 还后来的这个 杆尔丹呢 侧往阿拉布谈 那都是出自于准干尔部 后来的这瓦剌呢 也变成了准干尔韩国 那么现在 明代的中叶的时候 这魏拉特四部 那是谁是带头大哥呢 这会儿的 墨西蒙古的带头大哥呀 是和射特部 这国运就是这样 你强盛的时候 这国运自然就强 你衰败的时候 国运也弱 这会儿的这个墨西蒙古 完全是让这个墨南 和这个墨北蒙古碾压的时代 前文书咱们交代过了 这东蒙古把墨西蒙古啊 真正砍到了墨西 砍到了阿尔泰山以西的地区 并且像对待奴隶一样 给他们立下了很多屈辱的条款 别的不说 就连吃肉啊 都只能用嘴砍 不能用刀割 而且那会儿的瓦剌部啊 不向后来准干尔韩国 控制那么大的土地 现在的新疆南疆部分啊 那会儿还是一耳枪韩国 他还不是这群瓦剌人的土地 所以这下子呢 问题就来了 这地儿小啊 容不下这魏拉特的四部 所以呢 这各部族啊 为了争夺草场 就经常的干仗 当然了 这也无可厚非 为了争夺生存权嘛 有的时候啊 这个媒体就是这样 报喜不报忧 尤其是啊 这个官媒 您看这个草原上 为了争夺草场的 大规模争斗啊 实际上一直持续到了 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 对了 是本朝啊 并且我说的不是外国 就发生在咱们的中国 阿拉泰 塔城 这个哈萨克和蒙古的牧民 还有这个新疆和甘肃交界处的牧民 那不是您想的那样 两家街坊啊 因为宅基地干起来了 这人脑袋呀 打出狗脑子来了 哎 那可厉害了 拿刀动胀 骑着马 扛着枪 跟一场小规模的区域战争没区别 所以说从这一点看呢 咱们就得说一句题外话了 到了康熙年呀 给这个漠南河漠北蒙古 实行了这个严格的猛旗制度 把这个土地呀 精确的换给各个王爷 哎 你封年的时候呢 就可以在你的草场上放牧 说一旦有了灾年的时候 政府想办法给你一些补贴 你也不用再去抢夺其他人的草场 最大的优势就是给这个草原法则呀 画了一个框框 又详细的明确了一下 这草原上各个领主所统侠的地盘以及边界 当然了 这个后来的这个漠北蒙古 他不是咱们国家了 他现在呀 是蒙古国 哎 咱也不用管他 咱也不聊他 您看他因为这个蒙旗制啊 他深入人心 所以到了后来 这内蒙反而没有这种泄斗 您别看后来 这大清朝前龙皇帝收复了新疆 整个准盖尔韩国回归了大清的怀抱 其实呢 乾隆皇帝最初就想把这准盖尔韩国打服了之后 成为自个儿一个蜀国就行了 也推行他的蒙旗制 可是啊 这准盖尔韩国不干 他们对这个蒙旗制很抗拒 所以才招致了乾隆皇帝下决心 哎 彻底的把这个准盖尔韩国亡国灭了种 这些呀是闲话 咱们接着说呀 在明中夜发生的这场 在墨西蒙古的牧场之争 开始啊 是和说特部的韩王 也就是这个瓦剌四部的总头 争夺这个遗产继承权 那有人说是这个争夺爸爸的遗产吗 不是 是这个韩王啊 争夺弟弟的遗产 他有一个弟弟死了 这个弟弟啊 跟他是一个爹不是一个妈 然后呢 他另外的一个弟弟要去继承 他烦了 他觉得呀 这财产啊 应该是归他 或者是让他来分配 那这个弟弟说去你大爷的吧 哎 这关键是你跟我们两个人呢 他不是一个母亲 我们两个人既是一个父亲呢 也是一个母亲 所以说我哥哥死了 这财产跟你有谋的关系啊 那这哥哥说呢 呀和那不行啊 咱哥俩就试吧 试吧 于是呢 这两家部众啊 拉开阵营就开打 打着打着 先不过瘾了 各自找来了自己的小伙伴 哎 一起参加战斗 这么一找伙伴帮忙啊 事就大了 今天啊 这哥哥拉来了杜尔伯特 明天呢 这弟弟又找来了杜尔伯特 过两天呢 这准嘎尔也参加了战斗 于是啊 这战火就蔓延了整个墨西蒙古 这一下子 这瓦剌就乱聊 那么说这瓦剌已经被这个东蒙古 欺负成这样了 那怎么还这么热衷于内战呢 哎 这乱就乱在呀 不够吃的 牧场不够分 这片牧场啊 养不了这群人 所以说呀 大家都是想通过战争 占领更多的操场 获取更多的利益 这仗不能总打呀 打到最后 终于有人打明白了 那咱们这会儿啊 就得稍微的提一句 这个主线家族了 这会儿 准干尔部的头人 就是后来准干尔韩国大韩的爷爷 哈喇呼喇 这战争啊 一下子在这墨西蒙古 持续了五年 打到最后 终于有人打明白了 谁明白了 土耳呼特部 这土耳呼特部啊 就提出来了 你们玩吧 我不跟你们这凑热闹了 我要向西啊 去寻找新的牧场 给自己找了一个 冠面堂皇的理由 说我们要向西去恢复当年成吉思汗的荣光 实际上是打够了 打累了 也打不起了 这头人呢 先是派出了人去向西寻找新的草场 结果呀 出去的人呢 很快就回来了 他们说呀 在西边真找到了一块水草丰美的牧场 这块牧场啊 在福尔加河的流域 并且呢 这块牧场 没主 其实啊 这原来也有人放牧 也是一群蒙古人 这是当年的这个诺盖韩国 可是这个诺盖韩国的人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 迁走了 所以这块地方啊 并没有什么人放牧 当时呢 这托尔护特部的首领啊 叫鄂尔勒 他觉得这是个理想的地方 于是就带着自己的部众 五万户 大概有十九万人 浩浩荡荡的 向西一直迁移到了福尔加河流域 这大概就是崇祯元年左右 那为什么是左右呢 因为这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办得了的事 这一路上啊并不消停 虽然那块草场空着等你去呢 但是这路上啊 可是有不少啊 横刀断刀的土匪 有他们自己的蒙古部落 也有啊 这个俄罗斯人 还有不少啊 这个当时生活在那一地区的 信奉回教的少数民族 这草原法则就是这样 哎 你呀 比我过得好 我还想强强你呢 更何况你赶着牛羊 带着牲畜 领着家小 从我门口过呀 那他能饶得了你吗 这都是平时啊 门口过个粪车 他都得尝尝闲袋的主 历时两年才到达了目的地 哎 那过得好吗 过得显然是不好 要不然啊 就没有了若干年以后 这土耳护特部的东归英雄传 那接下来咱们要聊什么呢 咱们要聊聊这蒙古跟西藏的关系 实际上啊 就是要聊聊这蒙古和这个喇嘛教的关系 咱们书馆里啊 不是第一回提到喇嘛教了 一提到喇嘛教的时候 就有人纠正我 说你应该说人家那个叫密宗 或者叫藏传佛教 我不误解 因为从小啊 家里老人就告诉我 那雍和宫里边啊 住的是大喇嘛 信的都是喇嘛教 哎 跟志华寺里的和尚啊 哎 他不是一个门 穿着达伯啊 都不一样 那后来我也知道 他是佛教里边的密宗 但是我改不过来 因为我习惯了 那么说着呀 他省劲了 说到这个喇嘛教啊 和这个蒙古统治者的 这个关系 可以一直追溯到 这个忽必烈时期 忽必烈的国师巴斯巴 就是萨迦派的法王 是当时西藏萨迦政权的创始人 是个高僧 但是是不是大德不好说 哎 因为这个忽必烈政权嘛 手腕强硬 当时对汉人一点也不好 这个仇啊 我永远得记着 所以说呢 辅佐这个政权的僧人巴斯巴 那虽然他在这个宗教 以及文化上啊 有突出的贡献 但是呢 在这个多民族融合这方面啊 我也不太信 他能给这个忽必烈出什么好主意 即便真的有什么好主意呢 这么看来嘛 这忽必烈也是没听 那么这会儿呢 也就是到了明末期的时候啊 这个西藏的喇嘛教 实际上已经分成了四大派 宁马派 嘎当派 嘎举派 和这个萨迦派 后来的这个大师宗喀巴呀 即仲家之所长 在嘎当派的基础上 创立了格鲁派 所以后来这四大门啊 就没有嘎当派了 这嘎当派呢 慢慢就融流到了格鲁派当中 哎 那很多好朋友都知道啊 这藏传佛教啊 它是分色的 那我就跟您说说啊 这四大门都是什么色 这宁马派啊 叫洪教 萨迦派呢 叫花教 嘎举派叫白教 格鲁派叫黄教 这藏传佛教的这些大德高僧们啊 他们都是轮回转世 所以说呢 这些大德高僧又被称之为活佛 咱们所熟知的活佛呀 什么达赖呀 班禅呢 这都是格鲁派的高僧 实际上呢 这个有名一代 这西藏的这个喇嘛教啊 和这个蒙古人联系并不是很深 因为明朝初夜的时候 北渊政权让明朝人给打得黄黄如丧家之权 谁都知道这交朋友得抱那个胳膊根粗的 这西藏这帮佛爷呢 哎 也不例外 对你草原上这些流浪的蒙古政权呢 他避之唯恐不及 所以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这亲戚呀 还是好亲戚 但是能不来往啊 就别来往 直到啊 刚才咱们说到的 这宗喀巴大师建立了这个皇教之后啊 首先呢是大师有这个强烈的个人魅力 其次呢 这皇教的理论知识啊 又很贴合民众 所以呢 就很有信服力 这皇教啊 就迅速的在短时间内一直独秀了 您记住了啊 这天下事就是这样 只要正教合一 就做不到六根清静 那原来呢 在这个政治宗教上占主导地位的白教 也就是嘎举派不干了 那显然这佛爷急了呀 他也不是坐那念经说死你 也拿刀动脏的跟你真干 于是呢 这白教对皇教啊 就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围剿 这一下子 皇教没做好准备 弄的是岌岌可危 基本上啊 就要皇教灭种了 哎 这会儿啊 出了一位蒙古大汗 拉了皇教一把 谁呀 这就是黄金家族的后裔阿拉坦汗 哎 您得记住了啊 这阿拉坦汗呢 他可不是这个瓦剌 他是这个东蒙古的大汗 那实际上呢 这会儿也没有什么东蒙古 不东蒙古了 已经啊 逐渐的分裂了成了这个 墨南和墨北蒙古 当时啊 这皇教也就是格鲁派的当家人是谁呀 是这个索南加措 这不知道是什么契机呀 这索南加措就攀上了阿拉坦汗 这么一个高极 那在西藏的这个宗教 以及政治斗争当中啊 这皇教正是示弱的时候 所以是有这么个机会呀 这索南加措觉得一定得把握好 双方啊 在草原上啊 在西藏啊 举行了几次大规模的会晤会盟 并且呢 这互相给互相封号 这大汗呢 给这高僧的封号是什么呢 金轮法王 哎 您别乐啊 虽然不是啊 但也差不多 全称叫锐智贤明之转轮法王 那这个高僧给大汗是什么封号呢 哎 这个呀 又是不照着念呢 我是绝背不下来 全称叫做呀 转金轮 三克拉 我二弟彻尘寒 不信您呢 别刀字幕 您现在啊 就复述一遍 看看您背得下来吗 哎 我发誓 就这个封号啊 这辈子我念一回就得了 哎 跟人说骨骑我都不提 因为我压根啊 也记不住 这么一来呢 双方力量互补 这蒙古大汗 就成了这皇教的持教法王了 那么说啊 这持教法王这位大汗 是不是也得给皇教 格鲁派的这位领袖 索南加措一个封号呢 当然 圣食一切瓦齐尔 达赖喇嘛 哎 这回您听着耳熟了吧 达赖喇嘛 哎 这会儿啊 您先别着急拍大腿 说原来这索南加措 就是一世达赖 不是 这索南加措呀 是三世达赖 哎 为了体现这皇教 是渊源流长的 人家这大汗呢 封这个达赖喇的时候啊 人动了脑子了 封这个宗喀巴大师 格鲁派创始人的一位弟子 为一世达赖 也就是说啊 这个法海无边 超凡入圣 无所不能的伟大上师 达赖是有传授的 到了这个索南加措这儿啊 已然转世了三代了 那更是法力无边 哎 我就服了人家这个了 您看人家这故事编的 那简直是有头有尾的 那么有说服力 所以说呀 您也可以理解为 一二三世达赖 都是这个阿拉坦汗风荡 那么说这个阿拉坦汗 和这个皇教大喇嘛达赖的故事 完了吗 没有 这有这个阿拉坦撑腰啊 这皇教一下子就在藏区 以及蒙古地区大兴了起来 哎 它一直影响到今天 直到今天 这藏传佛教四大门里边 这格鲁派也是最大的一支 那么说关系密切 关系好 这皇教和这个蒙古 已经好到什么程度了呢 哎呀 这第四代达赖赖转世啊 可就直接转世到阿拉坦汗他们家了 是阿拉坦汗的一个宗孙 哎 您看了吗 这就叫融合 宗教和政治的联姻 这乾隆皇帝啊 为此还写过一篇小文 哎 被刻成了石碑 现在就在北京拥合宫 这篇小作文啊 叫喇嘛说 这乾隆皇帝啊 在这个喇嘛说里啊 对这种册缝 转世的行为啊 有一个评价 大概其就是说 嘿 好不要脸了 得机会啊 您可以到雍合宫 您去看看那个喇嘛说的原文 比我说的很多了 那听到这儿有好朋友就有疑问了 说那你说了半天 这不都是这个东蒙古 也就是后来的这个 漠北蒙古和漠南蒙古 与这个皇教的关系吗 说了半天 咱们主线上这支蒙古 也就是墨西蒙古瓦剌部 他们是怎么和这个皇教 攀扯上的关系呢 哎 今天不早了 咱们呀 明天 我再给您忘详细了墨粉 得嘞 好故事啊 咱们明天 接着聊